第1个精选港股中海有883架 选选原因是公司上星期公布最新的派息政策 承诺未来三年派息 2022至2024年 派息比率不低过40% 无论经营表现如何 2022至2024年 全年股息的绝对值 预计不低过每股0.7港元 另外将派发在2021年末期息的基础上 再加派上市20周年的特别股息 同时今年计划回购股份 以上多项因素都增添投资者的信心 市场看法上 花旗说措施反映管理层支持股价的强烈意愿 因为自从去年初 美国实施制裁以来 中海油股价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相信派息和回购两项举动可以对股价带来支持 摩根士丹利认为中海油管理层提供新的派息政策 一方面反映管理层对油价乐观的前景 另一方面令派息政策更清晰和明确 优厚的派息取态将会成为短期的正面催化制 瑞讯说中海油2022年的经营策略显示公司增长前景 策略重点是公司对派息和回购的承诺是史上第一次 认为中海油这个策略将会受到市场欢迎 预期股价有积极反应 瑞讯上条中海油的目标价由13元上条到13.3元 认为中海油被严重低估维持跑赢大市的评级 策略建议上国际油价冲高 今年全年石油供应趋紧 在欠缺产能和投资有限下 分析师对油价的前景乐观 支持中海油盈利增长 彭博综合商预测 中海油2021年全年派息每股是8.2元 预期股息率9厘 2022年派息是0.8元 预期股息率9厘 2023年派息是8.7元 预期股息率9厘 高息为股份带来强劲防守性 中海油上星期收报9.2元 建议8.8买入 目标价11元 只蝕位7.5元 第二只精选股份是龙湖960 物馆股上星期出现反弹 但板块仍未完全消化行业基本免弱化 如果想买物馆股要谨慎选选少数强者 亦可考虑买入龙湖集团 可以获派分拆的龙湖自创生活 虽然迂回但回报吸引 龙湖1月7日发公告 将分拆龙湖自创生活上市 已经向港交所提交资料 分拆后 龙湖持股比例仍不少过50% 会继续定表 并向股东分派部分分拆公司股份 龙湖自创生活是内地物馆10强企业之一 2021年载管面积2亿4千万平方米 去年头9个月收入按年增长8成1至78亿 顺利按年增长6成8至11亿 将龙湖自创分拆上市 市场将会比合理估值 减少上市后股价波动 富瑞说如果公司2022年顺利增长50% 给予25倍市盈率 公司市值大约700亿港元 是龙湖市值三成 富瑞再推算 龙湖将龙湖自创的一成股份 派给股东 现价相当于3厘的股息率 富瑞重新买入的评级 目标价是47.05元 不计今次分拆 龙湖2022年胖博终合预测股息率大约5.4厘 继及分拆后 龙湖今年有8厘以上的高息内房股 公司的股价早在去年9月见底反弹 表现强劲过不少的民企内房 反映市场对公司的资金流抱有信心 一起看美股推介 投资理财周刊的专栏作者梁耀康就建议 投资者要找一些有做生意 而且业绩有好的股份 可以留意台积电TSM 台积电刚刚公布2021年第四季的业绩 好过市场的预期 收入有157亿美元 未来展望方面 台积电预期在2022年第一季 收入有166亿美元 收入达到166亿美元至172亿美元 以中位数计算是按年升7% 无利率在第一季预期介乎53%至55% 营业净利润介乎42%至44% 台积电股价由去年2月16日高建140美元 之后在3月至12月都是106美元至125美元的区间培回 踏入2022年公司股价已突破横行区 星期四终于在上破高位 公司的市盈率PE大约36倍 较去年2月大约40倍仍低 是一种可以留意的价值型稳健增长股 不过虽然如此 但如果股价向下完全回保裂口 甚至失手123美元 都应该先离场观望